由韩国选秀节目produce48节目选出的12名练习生组成的组合Ezone终于要在10月29日正式出道,这也是他们12名成员第一次以Ezone名义进行活动,期待了两个月的新女团终于出事。 Ezone把通过SNS公开了Color Team Ivy的专举封面照,展现了他们特有的明亮氛围,是一群元气满满的少女,没错了,其实除了Ezone公开了出的照片啊,Twice也公开了回归照片,虽然一个是四代团一个是新女团,但是相同配置的两个团总是会拿来对比,并且从成员方面来看,Ezone简直就是Twice的二代团。 首先Ezone和Twice一样都有日本成员,且Ezone里面还有两名像周子瑜的成员,并且Ezone的C位是元气满满的张元英,而Twice的Vice也是代表Twice形象的果汁少女林那连。 这两个团一定意义上很相似,不过正在处于出道倒计时的时候,却突然被传对内不和,起因就是C位张元英的对于网友真说话,那时候既翻八言,又取嘴表情不屑的样子,引来网友的围观吐槽。 在韩团内,队内排底,不和等因素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形象,而这次的张元英事件,导致很多网友对她的印象之现象下。 虽然有网友认为张元英是零四年出生的,今年才不过十五岁,表情寡,力不和光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和,不过年纪小并不是原因。 在红贝贝中,妈美Yuri在对内也经常做出不让人误会的行为,虽然粉丝也会认为Yuri是年纪小不是有心的,但是网友对Yuri的攻击也没有少过,不过现在的Yuri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备受争议, 也希望张元英在以后也能注意自己的行为。 毕竟作为一个爱豆,表情管理是真的很重要,虽然这中间发生了一点小的插曲,不过也没有影响大家对Yuzon的期待。 作为五代新女团未来的领头羊,不知道Yuzon有没有做好准备,而四代女团的扛把The Twins也将在11月进行回归。 在期待Yuzon的同时,也期待Twins能在11月大战中脱颖而出。 请来自行慢转发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